欢迎收看Fabric系列课程 在今天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将会讲述如何在Fabric 来去安装我们的远端的web服务器 主要呢 针对的就是这个Engines 还有相关呢 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呢 对Apache进行一个安装 首先来讲一下 我们这个意义何在 我们如果用过这个Engines 或者Apache都 大家的人会有一个这样的感受 这些服务器呢 它的配置都非常的多 而且呢 每一次我们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并不因为它的安装的频次 配置频次并不高 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我装的时候 我对某一个配置不太理解 那我可能到网上去查一些资料 然后把这个配置箱呢 加了加进去以后呢 那能让它运行起来 但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我们要对一个 有台新的服务器再安装的话 那么之前做的这些配置啊 这些安装的东西 其实已经忘了 又重新来重复这样的一个动作 然后如果说我把预先把这些文件呢 放在一个配置文件里面 用的时候直接把它给拷贝进去 那可能也面临着一个对这些片配置文件的一个参数化的一个问题 每一个不一样的环境 可能它的具体的运行参数也不一样 那实际上中间做的这个过程呢 我们可能会含有很大量的这些重复性的人工操作 而且呢 对于项目的管理来说 也是非常的不友好的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Fabric 来去完成这一系列的自动化过程 同时呢 也能把这些配置文件的参数化的问题呢 一并在程序中解决 也可以规定到我们的整个项目之内 那在项目运行的时候 我们并不需要经常去Care这个配置怎么去做 只是来运行一下这个Fabric 让它把我们的远端的服务器 直接给安装起来 那能够很快速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部署的一个效率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进入到课程的一个实际写法里面 看看我们怎么在Fabric来去完成刚才我所说的这些操作 那么当然啦 我们还是得需要依赖这个Fabtools的这个包 这个是如果没有了它 我们的Fabric实际上是非常的难以去使用的 那我们可以导入 我们可以在这里去导入这个Angex 另外呢 也可以在 我这里会导入两个包 一个是Request Request这里也有一个Angex 那我们待会来讲一下为什么要这样来做 还有呢 也会在 我先一次性把这些包 需要用到的函数和包 我们会一并导入到 今天的这个项目原文件里面 那么总共导入了 三个函数 三个三个主要的匿名空间一个是在Fabtools的里面 在一个Angex 一个是Request的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是Service的 那么如果有些印象的话 我在Fabric这个系列课程的前面的第一课里面呢 也曾经演示过我们怎么来远程安装 但是实际上呢 那是我们又一个一个来解释 那今天呢 我们就会详细的把整个过程呢 做一个剖析 我们能让大家呢 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那么我们在这里setup 把这个 因为这个下滑线呢 比较长哈 我们比较好的做法是 我们关心的给它有一个命名 因为上面这里是指令嘛 我们讲一下函数是避免这个函数面称冲突 首先呢 我 我右边这个虚拟机 它其实是被虚拟空的 没有安装到这个Engines的这个服务器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就需要去使用Require 然后呢 这里 这里导入可能就会有冲突 我这里 那么 我们直接导入的 直接导入Require 为什么呢 因为导入两个同样的Engine 都不知道怎么用了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我们第一句实际上就是用 Require Engine 这句做什么 这句实际上是比我们做安装 然后呢 安装完它以后 我们需要对Engine 进行一个配置 然后呢 又把这个配置呢 启动起来 那我们都知道了 Engine 它安装的时候 它可以给我们一个默认配置 这个默认配置呢 也是放在它的Sign Available里 这个目录下面 我们要使我们原来的配置能 运行起来呢 我们后面还要把 这个配置文件的禁止掉 那这个先做到内部 我会讲 另外呢 我这个安装完以后 我直接就可以在这里写它的 配置文件 那么这个配置文件 是有一个Sign 这个方法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Sign 方法 它有一些方法参数 一个是Serval Name Template Contents Template Song Enable Check Config 这里呢 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这个Template Contents 我们可以预先写好一个文件 放在里面 直接传进来 传到一个Template Song 它也可以 实际上这个配置文件的 嗯 已经写好的配置文件 把它直接传上去 那我建议大家呢 还是使用这个 多行文本来去处理这个 这个模板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对我们解决参数化的问题 也会比较方便 而且呢 呃 在代码里面修改呢 也是 一体化 就不会 找来找去 假设我的这个 夫妻名称 还有这里是有一个 server name 这里可能是一个local host 那我把Template Contents 直接写上 OK 那这里 这里是写什么 实际上 这一个Config Template呢 呃 就是我们 Andex的那个 原生的配置文件 那些 那些配置项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去写这个 配置项的内容 跟服务器写的一模一样 首先就是 指向我们这个端口 LISTEN LISTEN 它的一个端口名 在这里我们要有一个参数 输入参数呢 是它的Port 那么 这一个 百分比 然后加括号呢 实际上是 一个占位服 了 一个参数的占位服 以后 让这个 Vet Tools 这个函数 调用的时候 这些参数 传入 而格式化掉 这个参数呢 后面我们还要加上一个D D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掌型了 就说明这个参数的类型 后面呢 就是server name Sever name Sever name 同样的 在这里去写明Sever name 它是一个字不串 那我们在后面补上一个S 还有它的别名 就是说 这也是一个别名 还有呢 这个文件夹的 跟路径 这是root 那我们在这里写 写法呢 已经做了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做法 那么 这里配一个普通的精彩网站 就完全做过了 但如果说我们要在Andex里面去把一些做返向代理啊 例如在Flex里面要这样做的话 我们可能还要增加这个location这个参数 那我这里就不多写了 其实这些东西是属于在Andex的一些标准配置 如果要想知道那个总配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在Manchine的一个 Flex的一个安装的 关于Flex安装的一个配置 配置的那条课 那这里呢 我们把Port 我们写 假设我这个是80 对吧 另外一个呢 是SERVNAME SERVNAME呢 如果 这里一定 要对上 这个SERVNAME 假如是 DLCROOT 这个DLC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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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我这个是 在 进入Manchine 我们的这些参数怎么来的呢 呃 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 就是说 有一些自定义参数 我们也可以写在这里 因为它可以直接去传 传到 我们 传到我们的TEMPL 直接去格式化 那么当然我现在写的这些呢 是它的一些标准的推荐 我们这样直接来写就OK了 好了 这个写完以后 实际上它会生成 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它会生成一个叫 Local Host 一个Config文件 放到我们 Andex的那个 配置部下 那如果这样做呢 呃 它并没有直接去启用 因为它 呃 默认环境下 它有个Default 那这一下呢 我们就需要去使用 我们要把这个Config文件 我要enable 起来 我要把 Local Host 这个文件 同时呢 我们可以把 原来的Default 文件给禁用掉 那现在它做了什么操作 呃 我们在Andex 它有几个目录 它只不过把这些 配置文件呢 呃 换了一个 文件目录而已 然后呢 如果做完这几个操作 实际上 你如果观察我们的Andex 它还没有反应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要重新启动 这个时候呢 我就需要 在这个Request 里面去 它的Surface 之前不是要导入一个 这样的Surface 我们可以来 用Vistar 这个方法 去Vistar Andex 它本身的这一个服务 然后呢 再到这里呢 实际上已经打工高成 那么可以看到 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要写的东西 其实非常少 而且呢 把参数化 和这些配置文件的管理呢 也嵌套在我们的 自动化文本里面 那么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运行结果 我们在维段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项目的 不过 结果 我们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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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这里有运行错误 这里指定的不能指定server name 而是指定一个server alice 所以它说我这个server name的重复指定 不要紧 实际上再运行一次 因为它已经安装过了 整个过程它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到底在这边的index 它做了些什么东西 好的 那么在 我们所有的网站会在 这个signed unvaluable 这个目录下 我们看到 这里实际上给我们创建的 这个localhost.config 这个文件 我们把它给打印出来看一下 好的 这个文件实际上也跟我们现在创建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另外呢 另外呢 在它的signed的enable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localhost.config 它被移到这里 那这个网站呢 它是可用的 那么同样的disable的那个呢 就会把那个 那么也就是说我现在这种手动过程呢 全部被我们的endex全部一次性的取代 被我们的fabric一次性的通过自动化脚本给取代了 那可以很快速的 而且也很有效的管理起这些 频次使用不高的安装脚本 好的 对于Apache来说呢 其实它也 用法也是很类似的 那么因为现在用Apache的人其实也越来越少了 而因为endex它的性能也比较高 那么如果对Apache安装它有兴趣的话呢 其实在这里 大家也可以去查询这个在tools的这个文档的网站 看一下它的大致用法 但整个过程跟endex是几乎上大同小异 只是它的配置的这个template 有点点不一样而已 那好的 今天的课程呢 也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